歡迎收看全民瘋之霸 大家好 我是以辰 今天終於有機會在台灣 試到MG 在台灣正式上市的 純電車的入門款是 MG4這一台車 入手價是99.9萬 先告訴大家結論 如果你現在 再找一台電動車的話 基本上你要找到 跟它價格非常非常接近的 應該是不多 我們可以看到 跟它最接近的 大概就是Nissan的Leaf 大概也要140萬 那其他有沒有跟它很接近的 有 前一陣子也有講過 中華系車E300對不對 90出頭萬就有 但是那是貨車 真的要講到跟它 最接近最接近的 其實是它的兄弟 也就是納智傑的 N7起手價一樣是99.9萬 你說他們兩個彼此之間 會不會搶到客群 之前也幫大家分析過了 我認為客群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兩者的集聚不一樣 N7比較大 MG4呢 小一個級距 那如果說你最近在看電動車 但是又遲遲沒有辦法下手 我想應該有幾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個當然價格嘛 但是現在有便宜的車款 親民的車款出現了 這個被解決了 第二個就是你可能有里程焦慮的話 有沒有什麼好推薦 或者是露看了什麼 其實就是Nissan的 Kix的e-Power 其實跟它很接近 它開起來也是純電車的感覺 但是它是可以加油 利用加油 燃燒汽油的方式去充電 提供動力 但是輸出的方式是電動馬達 售價稍微高一點點 我記得好像104.9萬左右 我想這也是另外一條不一樣的路 總而言之 目前在台灣所推出的汽車產品 非常的多元 而且售價呢 前一陣子講了 碾魚效應開始出現了 非常的好 這個效應呢 之前我在去加薪幫大家 試駕這台MG4的時候 有幫大家解釋過了 如果你想要看看 那邊的版本 跟台灣的版本有什麼不一樣的話 記得點一下 右上角的小白點 你就可以去看看 在那邊的MG4 那當然我知道很多人會留言說 你在那邊都試過了 那在台灣還要試什麼 對不對 或者是那邊的價格怎麼樣 台灣的價格怎麼樣 我想這樣的言論 我只同意一半 因為產品基本上它是死的 它到了不同地方之後 它就要因地質疑的 因為關稅調整不同的價格 再來還要看什麼 請各位不要忽略這些東西 就是它來到當地之後 原廠的策略到底是什麼 它所配套的生態 它所配套的價格以及方案 這個是很重要的 假設這些都沒有 只是單車來到台灣的話 那它的競爭力 就會大大的減弱 例如說現在電動車 那它有沒有APP 有 登錄之後可以幹嘛 遠端的啟動嘛 監控嘛 或者是電池的加熱 或者是目前電池的狀態 甚至還可以尋找車輛 你說這個很厲害嗎 其實沒有很厲害 但是回頭看看那自己的N7 現在也是熱賣對不對 但是APP到現在還沒有出來 這個速度就慢了 再來 這一台車MG4 它有V2L的功能 它可以把車內的電池的電導出來 讓你在戶外活動的時候 可以使用 它有 N7也有 但N7的套件呢 到現在也還沒有出 所以速度 這個就是我講的差別 再來 生態表現方面 它有什麼樣的生態 在台灣純電車 那要不要充電 終究還是回歸到很純粹的問題 它跟誰合作了嘛 對不對 那目前以MG談的策略夥伴的話 基本上你叫得出名字的大廠牌 全部都有 例如說我們今天在這個EV OSS 它有 U Power也有 iCharging也有 ES來電也有 EVALUE也有等等 這些 這個就是我講的 生態是非常重要 假設都沒有這些策略夥伴的話 那買它幹嘛 好 最後一點我要講的就是 如果你現在在看一台純電車 但是你又遲遲無法入手 我想 你再想一件事情就是 我現在是燃油車車主啊 我換純電車 真的可以省很多錢嗎 這一點MG原廠也做得不錯 你可以上網搜尋 MG純電指南 進去之後拉到最下面 有一個試算表 有一點像房貸試算表一樣 你就可以依照你每天的 固定的里程是多少 假設是50 假設是100 放到這個計算機裡面 按下計算 下面就會跳出 你用純電跟用純燃油 純電究竟可以幫你省多少錢 那我為什麼會推薦 用這個東西來幫大家試算 其實不只是MG的純電 你在考慮其他品牌的純電 老實講也都可以使用這個計算機 因為它每度電算的是4.8塊 是用家用電來算 算得有一點高 但又不會太高 這個價格是合理的 再來呢 車輛的每一度電 它並不是用什麼NEDC WLTP 那些看起來很高 但是沒有什麼錄用的 這些計算里程去計算 不是 它是用每度電 實際行駛約6公里左右 這是一個非常實際 而且可行的里程 去做計算的 再來呢 油車它算的是每公升 高達了12公里喔 現在很多老車是達不到的 所以如果你要換車的話 用這個算 燃油車基本上是高標的 但是你會發現 基本上算出來之後 差距還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所以我會推薦大家 想要買純電車的話 可以善用這個MG的純電指南 不管是不是MG 只要是純電車 想要換車的 通通都可以試用 OK 好 接著呢 我們來幫大家推薦一下 如果你想要換MG4的話 有這個入門的款式 99.9萬 以及MG4的X-Power 到底該怎麼選擇呢 不用想 推薦大家直接入門款就好了 99.9萬 你買到X-Power 其實你說差別會很大嗎 有差 但是差別很大嗎 沒有 差別在哪裡 從單馬達變成了雙馬達 時速0到100公里的加速度 變得非常快 但是在整體的配備上面 以及體驗上面 還有電池的大小 其實差異並沒有很大 如果你不是每天在路上 都要大腳電門 彈射起步 時速0到100公里 3.8秒的話 聽我一句話 省20萬 你開這個MG4的入門款式 你會非常非常的開心 為什麼 因為它只有單馬達 也輕了100多公斤 它的電耗可以更漂亮 另外呢 在外觀造型上面 基本上差不多 你看 靈動之眼LED的 這個也有 主動式的進氣格柵 這個也有 鋁圈呢 寸數是一樣的 在入門的MG4上面呢 它用的是外蓋把它蓋起來 為什麼 就是為了讓風阻係數表現可以更好 也就是讓你的能耗管理 讓你的美度墊可以行駛更長的領程 另外還有一些差別 我覺得是微乎其微 例如說車輛周圍可以看到的 黑色外飾板 從亮面的改成霧面的 有一點像防刮材質 但是上面還是有做一些造型 但是相同的 很好看的一樣就是尾燈 即便是入門款式的MG4 一樣可以在尾燈上面 看到一些造型 以及新秀的這些飾樣 所以外觀來說的話 其實差異真的不大 包含也有凸痛的色調等等 真的 就是9.9萬 回歸到日常生活 省下20萬 你可以充電 充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另外在整體駕馭起來的感覺 我認為差異並不會是非常非常大的 OK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內裝 同樣的只要帶著鑰匙上車 先踩你的煞車 這樣就可以啟動了 好 MG4這台車 跟它的性能款式X-Power 差別很大嗎 我們先來看差別在哪裡 來 座椅的部分 X-Power採用的是 擠皮式的座椅 配上皮質 再來是紅色縫線 但是入門款的MG4呢 比較不一樣 紅色縫線變成藍色縫線 中間的擠皮變成織布座椅 再來呢 車門版旁邊原本也有擠皮的 但是現在呢 變成了皮革 縫線一樣從紅色換成了藍色 沒了 所以你說差異性真的會很大嗎 我覺得不大 同樣一句話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購買入門款的99.9萬 就已經非常足夠了 那麼我想MG4 到底跟X-Power差在哪裡 那我們就實際上路開看看 我想它的差異就會顯現出來了 現在為各位試駕的車款 是MG全新推出的MG4 入門款式 售價是99.9萬 我想大家應該是非常想知道結論 因為目前呢 在展間聽說一車難求 想要試駕人太多 想要訂車的人太多 你很難試駕到 我在這邊直接告訴大家結論 如果你對這台車有興趣的話 之前我試駕X-Power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認為 如果你真的有預算的話 建議大家 應該就是要上到X-Power 為什麼呢 因為X-Power這台車 它的數據方面實在是太可怕 時速0到100公里 只需要我們實測 3.6到4秒之間 你要知道這樣的數據 以同樣標準來說的話 大概要花250萬以上的價格 你才有機會購買到這樣性能的車款 但是X-Power呢 定價118左右 可怕吧 但是回歸到理性面 回歸到全民風車吧 兩個字全民 我都會建議大家 錢真的很難賺 99.9萬 就已經非常非常非常足夠了 所以你真的很在意 你的紅色縫線 換成了藍色縫線 你的脊皮 被換成了織布座椅 不然的話 其實以內裝 你可以想像到的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等等這些 都是一模一樣的 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於 雙馬達 變成了單馬達 同時也因為 它只有單馬達的關係 前面少了馬達 所以它可以更省電 車重也差很多 X-Power 1800公斤左右 但是到了入門款的MG4 1600多公斤 電池還是一樣大小 所以同理這樣推斷的話 MG4會比MG4的X-Power 蓄實里程還要再來得更長 同時這兩台車都有很大的優勢 就是不管你是X-Power 還是今天這台車 你都可以去挺機械 挺車位 那接下來本來聊聊 最近市價底下都會出現 很普遍的這個留言 就是這個車在大陸才賣多少 然後在台灣就要賣多少 這些資訊 其實我都有收到 但是有時候我就會在想 對啊沒有錯 這個是沒有錯的 這是事實 但是 然後呢 就是留這個眼的意義是什麼呢 我有時候會很深入地去探討這個 我想它要表達意思是說 這個車在大陸其實賣了 別人在台灣不要買 在台灣買了你就是班了 是這個邏輯嗎 我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 這個是1986年的時候 一本英國雜誌叫Economist 叫經濟學人雜誌 它推出了一個很有趣的理論 叫做大賣客指數 就是每一年它會整理兩份 每半年一次 在全球大賣客都賣多少錢 很多人會用這個指數 來去評判一些東西 譬如說當地的貨幣 被高估了 被低估了等等 但是你會發現 其實台灣的大賣客 賣的在全球市場裡面 相對的比較便宜 你要知道比美國 美國大賣客很貴了吧 我們台灣比美國 大概便宜一半左右 但是你要知道 瑞士比美國 又快要再貴一半左右 那瑞士的人會因為 台灣的大賣客很便宜 所以要來台灣 買很多大賣客回去嗎 不會 為什麼 因為那是不可行的事情 但是這可以成為在經濟學上面的 一個論述的指標 或者是一個現象 我想要告訴大家的是 即便這個車在哪裡哪裡賣的便宜 但是在台灣也買不到 那另外一個產品 來到台灣正式落地販售之後 會因為當地的關稅 當地的運費 當地的薪資 當地的經銷結構等等 非常複雜的原因 還有這台車組裝的時候 周遭的這些衛星廠商的配合 最後再疊加上利潤 變成這台車最終最厚的售價 要比車價的話 你們知道嗎 新加坡的車價更貴 貴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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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有興趣的話各位可以去查一查 這些都是很有趣的一些小知識 或許對於你買車 選擇上面不會有什麼改變 但我認為對於國際觀上面 這個絕對會是對你很好的一個人知識 好那麼最後講到MG4這台車 它有沒有什麼缺點 當然還是有的 就是我非常不滿意 它這個置物空間 無線充電板 變成手機跳台 這個在X-Power上面 你要特別小心 到了MG4入門款式上面 因為推力沒有那麼大的關係 所以不至於彈跳出來 但是你會發現 它的無線充電板 速度很慢的 另外在於空調的整體的設定上面 很可惜的一個地方 就是台灣很熱 但你看它只有加熱座椅 還有方向盤加熱 這個相對於炎熱的台灣來講 尤其在這個氣候極端的這個情況之下 台灣未來夏天的時間 可能只會越來越長 夏天的氣溫可能只會越來越高 這個部分我認為啦 如果有機會可以換成通風座椅的話 在台灣銷售起來 那我想應該是更多消費者 可以去喜愛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講到最後 這台車啊 我認為最後的缺點 都已經是雞蛋裡挑骨頭了 因為你在台灣要找到同級劇的 同價格的競爭對手 幾乎很難找得到的 除了N7或者是1300 其他你幾乎幾乎是找不到的 所以你說有什麼可以挑的嗎 那可能就是現在試駕不到一車難求吧 OK 好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我試駕MG4的所有的心得 不管是在一些優點缺點啊 包含國際關口冷知識都跟大家來分享 希望藉由不同的邏輯 不同的角度的看法跟思考模式 來刺激大家對於同一件事產生不同的想法 我想長遠的時間來說的話 絕對會是很有幫助的 我是伊甸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